10月19号,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人媒体高层人士,走进张家口市崇礼区,近距离感受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筹办情况。 在崇礼泰武华学小镇,穿过布满抑郁风情的街道,坐上缆车奔向崇礼最高峰玉石梁。 从缆车上向外望去,可以看到雪道上零星的积雪,远处的工地正在紧张地施工。 登上封顶,整个小镇尽收眼底。 我感觉这个赛道和各种设施非常的齐全,不亏为是东方的达沃斯,可以说是名副其实。 在冬奥会筹办崇礼临时指挥部,海外华人媒体详细地了解了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筹办情况。 崇礼作为2022年冬奥会雪上项目主赛场,承担着雪上两大项,六分项50个小项的比赛项目。 目前,崇礼已建成雪道169条,162公里以太子城冰雪小镇为中心,形成了中国国内最大的雪场集群。 云顶滑雪公园,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等四个竞赛场馆,以及其他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将于明年全部完工。 参访过程中,很多海外华人媒体表示,祖国举办冬奥会,他们也计划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。 作为媒体来说,我们要宣传咱们的冬奥会的筹备群框,包括在进行的时候我们更要多宣传。 另外呢,我们也希望能够做一些工作,比如组织华人能够来参观啊,来参与啊。 第一,我们首先想组织一些志愿者,第二个呢,就是说我们可以邀请一些这个罗马尼亚资深的做冬奥的场馆,运动组织的,运动会组织方面的一些官员,能够在奥运前呢,能够来到这个张家口,来到这个丛林。 为这个奥运呢,冬季奥运呢,我们这个天餐恰娃吧。